小心 他要缺水喔 救護車來了 趕快 我扶著你 上去 站上 站上 狹小的管道縫隙間 幾乎只能容納一人的寬度 一名身材壯瘦的男子 卡在裡頭 跪趴在地上 不停喘著氣 小心 口袋不開 男子滿頭淡汗 身上的衣服也快脫光 不能想像裡面空間 有多狹小悶熱 扶大一下 扶大一下 小心喔 趕快進來就看那隻手 我就覺得是他在裡面 由於男子有脫水現象 全身無力相當虛弱 整個人搖搖晃晃 站都站不穩 慢慢走 慢慢過來 沒有關係 這啦 屁股坐上來 男子動彈不得 讓明媛警一人扶著 一邊要將他拖出來 眼看男子快要摔倒 立明媛警立刻衝上前 將他扶到地上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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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護車 得救護車 這名壯漢偷頭頭摸摸 進了中山東路的社區大樓 以私要竊取電纜 心機敗漏後逃到大樓管道間躲藏 警方封鎖大樓在二三樓間的管道間 找到渾身無力的嫌犯 警方立即展開該大樓清查 後續於二三樓管道間發現 該男子受困於該處 將其救出後貪亂無力 索性檢查後沒有大礙 警方也將他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記者劉志展蔡山桃園採訪報導 後續在十七樓管道間躺藏 警方作品 中國地方 劉志展蔡海威